好 看着后面这个 加多近街这里 是 大家早晨 现在是2021年2月26日星期二 就讲单3800万的西环 见尼地城那头的成交 就坐在Fore Seasons这里吃早餐 跟我老婆一起 早上早在这里 她在做东西 今晚又跟她玩玩玩吃饭 几开心 8点35分 早上早就讲这件成交事 就讲这样的感觉 一个大概 7分位 6点5分 7分位 因为始终那个租鞋都出名的 好 看着后面这个 加多近街这里 就是这个刚刚新开的以大利餐厅 正在装修的 现在就讲到星期六的眼 我想大概3-4点钟左右 旁边这个 开着这个chewing 很漂亮 人家都漂亮了很多 在这里 慢慢留下 从这个就看着 这个就是旁边的小巷的位置 就是这个 后巷里面 出到外面的时候就是这个加多近街 因为始终那个租鞋都出名的 那租会的背部也不错 先让它拆开一下 不适合我 不代表不适合人 就讲的是堅尼地城 看了很久了 这间店买了四万年了 就加多近街 就45-55号 就行鱼大厦 地下的5-9号铺 建筑面积2-3-5尺 实用就是1-3-4-1尺 建筑是2-2-3-5尺 原本业主要价 就脆水了 5千万 都放了很久了 真的5千万 新租下就是这个意大利餐厅 Peacee Pirate Group 还有一些连锁集团 应该挺帅 现在就在装修 最新的视频 的照片 全部你看到了 我看了很久了 坊间一直不停谷 谷了四万年了 终于卖了3千万 3千万 原业主 2007年11月的时候 用一六百百万 买进来的 这个是之前的茶餐厅 什么小厨 现在就变成了意大利餐厅 11万的新租 回报就3.5厘 不错了 不错了 比较静一点的位置 但始终大件 当然了 如果你想买店铺的时候 小码一点的时候 我们有一间 在码头围到的时候 珍珠奶茶力谷近了 就1350万 减止12万 再减止1500万 我们决心走货了 因为这个是基金的旧货 我们决心要买的了 可以买公司 省回来人费 珍珠奶茶来看一下 之前是人来人往的 现在老实说人少一点 但是游客始终会回来的 我们那里也有很多游客 之前 但迟早会回来的 有机会看看 那这个店铺 说回这个 堅尼地城 加多近街 那就OK了 那里比较静一点 而且已经进去 黏着西环村的头 人流就少了 但结成了餐厅 回报不错 所以我感觉 西环 现在很多店铺都上回来 我感觉到6点5分7分 似乎一个连锁集团 我相信又不会倒闭的 不会跑掉 所以我给个7分 这个好东西来的 5分是值10分 超便宜1分片 最近好忙买播 6片会录少了 而且随便 没有那么多时间 收拾你的片 大家有机会看看 多谢 driving 不得翻转 一直没啥 您 这些连锁集团